9點多那時候把肌肉 豬腳都丟下去 隔壁的老闆才來跑來跟我講說 今天確診180例 那個街上真的 看到這樣摩托車騎出來 真的是沒有人很痠 我不曾看過摩托車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 再怎麼倒楣也沒有我倒楣 因為一開始的堅持 一定要來開這間店面 那遇到三級 就至少別人是 他是一直陸陸續續的有在賺錢 可是我就三天半就沒有了 一句一句 氣宿著自己坎坷的經歷 他是萬華老店的第三代老闆 李家美 本來跟著媽媽在薄皮寮擺攤 賣麻油雞 當歸豬腳 祖傳的秘方 晴天順口不燥熱 生意十分好 接手三年 李家美一欣賞 從路邊攤變成店面 存了一筆積蓄 終於在今年五月開幕 誰知才開幕第三天 就遇到了史上最慘重的疫情風暴 必須停止營業 我就覺得要開之前就會跟朋友講說 這家店是我的命 我會好好去珍惜 好好的做好它 會比在路邊攤那裡更好 可是遇到這個疫情 我整個也都慌了啊 外表中心的李家美 提及疫情的重創 仍然是難掩激動 畢竟為了開幕所準備的一大冰庫食材 全都要丟棄 下水類內障類的我都倒掉了啦 那這些東西怎麼辦 突然成了種災區的住戶 大量湧進的關心 終於讓李家美看到了一絲曙光 在許多人的建議之下 她決定嘗試真空包裝 希望能在疫情中 開脫不一樣的市場 而為了讓真空包裝吃起來 就像店裡現煮的 李家美也下了不少苦心研究 這是麻油雞的高湯 外面的麻油雞 是用雞肉跟麻油下去炒的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雞肉是先汆燙 光這個高湯 就要熬兩個多小時 所以從媽媽那時候就這樣做 對 滾動的高湯 還要加入煸炒過的麻油和老 薑調和味道 現在光憑聞味道 就可以知道比例 李家美這身功夫 也是苦學過來的 學的時候 就是做錯會被罵 這個媽媽 對啊 然後味道不對也會被罵 有時候我會比她兇 所以你也是一個不受控的 對 然後如果一直寫... 我就會跟她講說 不然我看妳要叫什麼孩子 對 好